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真的是你》 第三十集,《真的是你》 见识惊吓得厉害与尴尬 看惊吓是如何管陆毅的 陆毅还是很听话的 不过,接下来,尴尬的就是惊吓了 高考结束 惊吓每天都在豆腐店帮妈妈干活 这日忙完晚高峰已经快七点 惊吓看看手机 陆毅一条信息也没发过来 心想,这人定是又忙翻天了 中午打电话就简短地说了一句 正在吃饭,吃完马上开会 现在都这个点了 哎,看来今晚电影还是看不成 惊吓,过来吃饭 妈妈在里间屋里喊他 我还不饿呢 惊吓的思绪被打断,随口应道 突然手机提示音响起 陆毅发来信息,刚开完会 半小时后到豆腐店门口 我买了8点10分的电影票,还来得及 好,我在门口等你 惊吓回到,笑容立刻在脸上战开 惊吓摘下围裙 妈,我回家换件衣服 一会儿跟陆毅去看电影 不吃饭了 惊吓妈妈探出头来 不饿,不吃 惊吓边搭边向门外走去 惊吓愉快地往家跑 快速地换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这是陆毅给他买的 今天是第一次上身 惊吓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 物质笑了笑,这家伙眼光还不错 陆毅老远就看见惊吓站在街边 洁白的群居在微风里轻舞 像探出池塘的白莲花招摇的可爱 惊吓也看见陆毅的车 点着脚跟挥舞着小手 汽车停下 惊吓笑盈盈地跳上副驾驶 警官哥哥 咱们走吧 好,坐稳了 陆毅嘴上硬着 眼睛却一直盯着惊吓 一次行领口处若隐若现的锁骨 白皙而匀衬 让他有种想继续向下探索的欲望 恍惚间他觉得 若是有一条锦链会更好看 可是下一秒 他又有些后悔 怎么给他买了一件这样的裙子 太容易让人想入飞飞了 怎么了 惊吓不自觉地摸摸脸 我,我脸上有东西 没有 就是想好好看看你 陆毅慌忙找借口 走喽 惊吓笑起来 我还以为今天又看不上电影了呢 答应你的事 怎么能忘呢 陆毅目视前方 边开车边回他 嗯,不过呢 我明依早要出差 后天我爸来锦衣开会 时间完美错开 不能带你见我爸了 明早 你又要出差 惊吓瞪大星谋 那还看什么电影啊 你应该回去收拾行李啊 没什么好收拾的 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好 答应陪你看电影 再不看 你要看的电影该下架了 下架还可以在网上看 回去收拾行李要紧 而且你也要早点休息 没关系 陆毅 惊吓一下子提高音量 语气也很是严厉 你怎么对自己的事这么不上心 你这样就算到了电影院 我也不会进去 陆毅微微正愣一瞬 翘起一侧嘴角 这么厉害 开始管我啊 反正我不看电影了 你自己看着办 惊吓看也不看她 撅着小嘴 一副气哼哼的模样 好 陆毅拉长声音 随手刮了一下惊吓的鼻头 听小姑娘的 小姑娘生起气来 还是挺吓人的 还不是为你好 惊吓依旧撅着小嘴 我知道 那你陪我回去收拾行李 不好吧 惊吓垂下头 有些迟疑 你家里又没有其他人 我又不是大灰狼 你怕什么 陆毅依旧目视前方 你要不陪我回去 那我就停车不走了 你在车里陪我 我得走半个多月呢 视频也不见得允许跟你联系 陆毅说完 真的将车拐进小路停了下来 车在音响里的音乐 安静地流淌 两人沉默着都不说话 世界仿佛静止了一般 好一会儿 陆毅握住惊吓的手 轻轻地揉捏 惊吓中抬起星眸 拍拍陆毅的脸颊 不可以像上次从善男回来那样 人瘦了整整一圈 嗯 这次不会 就十多天 那 走吧 惊吓样起笑脸 陪我回家了 陆毅也翘起嘴角 总不能一直坐在车里浪费时间吧 惊吓抿着下唇 给了陆毅一记白眼 就知道我的小姑娘最好了 陆毅毫不在意惊吓的白眼 伸手揉揉她的头发 陆毅家是一百多瓶的两居室 陆毅打开房门 惊吓站在玄关向屋内望去 屋里仙尘不染 很是整洁 还算干净 没让你失望吧 陆毅边说边打开鞋柜 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双男士拖鞋 家里没有女士拖鞋 有点大 你对付穿吧 没关系 惊吓随口硬着 却并没注意陆毅手中的拖鞋 眼睛一直盯着鞋柜里 一双一只鞋面上 有些脏的白色运动鞋 惊吓想起 这是她的杰作 第三次与陆毅相撞时 自己一脚踩上去留下的 当时只顾着跑 没想到居然踩得脏兮兮 陆毅将拖鞋放在惊吓脚边 见她半天没有换鞋的意思 顺着目光发现她在看那双运动鞋 不由得浅浅一笑 拿起那双鞋 一直没舍得刷洗 看见她就能想起你才我实乃兄乃兄的模样 那不行 一定要处理干净 惊吓边换鞋边说 这是你故意接近我的证据 怎么能轻易销毁呢 陆毅翘起的嘴角已经放不下来 是你故意接近我好吧 这证据只能证明在你只见我过一两次的时候就已经喜欢我了 而且还心怀鬼胎制造各种巧遇的机缘 惊吓也毫不示弱回怼 思辨缜密有几份当警察的钳制 陆毅拉住惊吓的手指了指她脚上的拖鞋不跟脚 注意别滑倒 你转移话题 好 不转移 陆毅看着惊吓的眼睛 我承认看见你第一眼就动心了 就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至于制造各种机缘嘛 倒不是没有 有段时间 我甚至每晚八点半都会在地铁口等你 只为看你一眼 不过更多的 我想应该是老天的安排 你到地铁口等着看我 还有这事 惊吓兴奋地跳脚 可是拖鞋太大 自己扮了自己 陆毅眼急手快 一把将他扶住 告诉你 注意脚下 不听话 好 好 我听话 惊吓连连点头 现在开始帮哥哥收拾行李 惊吓在客厅转了一个圈 哦 衣柜应该在卧室吧 嗯 陆毅看着他 一直翘着嘴角 哥哥 你一个人住这房子 太空了 嗯 小时候和爸爸妈妈住在这里 后来我爸工作调动 一家人去了善南 我妈去世后 我和我爸又回到这里 后来我爸去北京工作 我住校 现在就我自己住这儿 确实有点空 等你嫁过来就不空了 不过 娶你的时候 也不会是在这里 惊吓红着脸 跳起来捂住路易的嘴 就知道你会胡说八道 所以才不想来 你再说 我走了 好好 不说了 陆毅拿下惊吓的手 我去拿行李箱 惊吓跟在陆毅身后 跟着他一起从储物间拿出行李箱 又一起进了卧室 陆毅一件一件从衣柜拿衣服 惊吓很自然地帮陆毅一件一件放进行李箱 应该再带把雨伞 夏天下雨的时候多 刚才看见玄关那儿有一把 我去拿 惊吓说着一转身 脚转过来 脱鞋没转过来 一迈步 整个人被绊得飞了出去 带陆毅听见碰的一声回头看时 只见惊吓大半个身子 仰躺在床上 半边裙子也掀得老高 陆毅一个箭步冲过去 伸手要拉惊吓 惊吓窘得满脸通红 没注意陆毅向他伸出的手 只想着快些起来 一个猛劲 与过来的陆毅撞个正着 又碰的一声跌回床上 陆毅急忙收力 可有些晚了 虽然没有碰的一声 但人的上半身 也匍匐着倒在床上 陆毅顺势扶起 今夏坐在床边 摔哪儿了 摔疼眉 眉 眉事 今夏这回连脖子都红了 各道腰眉 嗯 陆毅向后看看 眉 就是绊了一下 床是软的 这句话一出口 今夏差点想咬掉 自己的舌头 真是多说话 也不管脚上有没有拖鞋 就要站起来 坐下 急什么 陆毅按住今夏的肩膀 斜在那边 光着脚就往地板上踩 不凉吗 陆毅弯腰拿过来拖鞋 放在今夏脚边 幸亏后面是床 不然 这才后知后觉的想到 刚才今夏说的话 翘翘嘴角 来 站起来 我看看 真没事 今夏站起身 只想赶紧逃离现场 挣脱陆毅的手 我去拿雨伞 我去拿雨伞 传台